乔生来台奉献的还要看远在台湾最尾端的恒春基督教医院 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很少有医生愿意长期助手 但就在这样资源匮乏的地区却有一名医师甘愿放弃高薪跟优渥的生活 坚守恒春26年他是来自香港的乔生黄建荣 也是现任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 黄建荣在大学时期因为到恒机见习 看到只有简陋的诊疗间还有外籍医疗宣教士在服务民众 身为基督徒的他就立下志愿将来要到恒春当医师 毕业之后他先在台北打拼直到40岁决定实行 但同一年黄建荣全家却打算移民加拿大 当年他的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四岁 黄建荣几经挣扎决定放弃陪孩子成长的机会 选择把他的爱跟医术都给了恒春 而黄院长认为只做一名医师还不够 他看见偏乡部落的小孩下课后没人照顾 甚至没有晚饭可以吃 所以成立了17个课后客府班 他也发现有许多的独居老人缺乏关爱 因此号召200位志工和司机定期送餐关心 善举让地方为之感动 为了表扬许多来台就赌的乔生 毕业后仍然留在台湾奉献所学 乔委会2021年举办首届的全球杰出乔生校友奖 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乔生 在各个领域奉献让台湾站稳国际 而黄建荣医师获班的是公共事务奖 肯定他对国境之难的无私奉献 如果办法一年都够了 我必要做26年 我觉得就是他愿意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来服务这个当地的百姓 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 好早上 有什么疼心吗 有什么疼心吗 要看白色很专心 很专心 都很好 对大家也很好 好 点点 再注意 要跟以前一样就好了 比较糾端 对了 学完跟我说 用台语亲切问诊 帶點香港槍 黃建榮院長是香港人 他每天一早 都會親自到喜慎室 查看病患的狀況 風雨無阻 當你關起來 就開始吃補裂補裂 然後咬下去就好了 喜慎患者很多 就在他準備趕去診間的同時 身體卻突然出了狀況 剛好今天心跳有點快 我找我的藥結果不見了 這門診的變有藥 又忘了帶 黃建榮充滿趕到診間 護理師立刻遞給他茶水 他吃的是心臟的藥 清水 有時太累了有時候這樣 以前可能就是忙過頭 太忙 年輕的時候前十年真的很忙 謝謝 這個 會這麼緊張不是沒有原因 二十六年前 黃建榮剛到痕跡醫院 是唯一一位 被內科醫師 長時間二十四小時值班 因太過勞累 在急省室心率不整而倒下 那時候就忙過頭的心率不整 那個時候心率不整是比較嚴重的那一種 都是一個正常一個很不正常 那會隨時要惦記 不是故意給你們派來 剛好臨時真的 沒關係 現在你也是辛苦 在這個地方照時間 你如果倒下的認證 不會不會 上去會預備 那這邊有沒有配那個心率不整 電擊器在這邊 還不需要吧 希望不用 需要就送急診了 黃建榮接下第二任院長 如今已經六十八歲 就算身體不適 吃下藥後繼續看診 但這時電腦又出了狀況 這二十六年來當中 真的唯一不便 真的就是能力缺乏 在醫療上面 這個範圍來講 這是能力非常缺乏 換了多少的院長 同樣面對問題 就是醫師、醫護能力 能力就是非常的缺乏 在邊來邊去非常的浮動 第二就是財務的困難 位在台灣最尾端的角落 痕跡醫療資源匱乏 設備少又舊 沒有醫師願意常住這裡 黃建榮院長不只看診 還得四處募款 將人生最精華的時間 都奉獻在這裡 在我還小朋友的時候 非常窮 住了半生不是豪宅 全部都是吃不屋 那這不屋區為什麼會 覺得很貧窮 結果一個颱風來 我們看到整個屋頂的吹走 我坐著床上就是一直哭 我還很記得這個景象 就覺得那時候也感受到 得到別人的幫助 怎麼的幫助呢 有時候定期會有一些 教會的一些所謂的福音車 他會來不單止說來關心我們 他會帶來很多的物資 黃建榮過去常接受教會救濟幫助 加上好友因病過世 讓他下定決心要讀醫科回饋社會 當年台灣剛好開放海外僑胞就讀 黃建榮決定高中畢業後 先考進僑大先修班 資深來到台灣每天苦讀 順利考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畢業後他在台北的醫院當內科醫師 雖然薪水優渥生活安穩 但他內心仍忘不了年輕時的理想 因為我曾經在台北住了20年 在某一個醫院裡賺了不少錢 可是我覺得一直只有賺錢 但是沒有辦法把自己一個理念理想 能夠發揮出去我覺得也是很可惜 事必受更為勇服 一個人生就算你得到了所有的財產 所有的錢沒有辦法好好的貢獻社會 我想這次的錢並沒有說很大的意義 不想在名利裡迷失自我 1996年黃建榮42歲決心來到恆春服務 但同一年他的家人卻準備移居加拿大 黃建榮的孩子一個10歲一個4歲 他歷經掙扎 決定忍受和家人的分離之苦 也放棄在加拿大職業的機會 我跟他們說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們 我真的非常愛我的家 愛我的家人 或許對我兒女來講我也非常遺憾 沒有每天看著他們長大 但我相信我兒女非常地體諒我 知道我來這個地區真的是為了要幫助更多 更需要幫助的人 我其實每次看到他就是那種中秋節就很大的節日 就是跟家人團聚的之間 其實他都一個人就很孤單 那我們其實就會覺得說 對他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我們都很心疼 好 我們現在第一站 我們就會找一個在大家裡面有一個阿媽 那這阿媽我們記得去年我們也有來拜訪過她 因為知道她的一些處境 那就生活也蠻困難 所以社會處也委託我們來去關心她 探望偏鄉的老奶奶 她和志工團隊帶來百米棉被等物資 志工在廚房熬煮熱湯 黃建榮則負責看診 黃建榮發現橫春有許多和老奶奶一樣的長者 患病 生活無法自理 因此開始招募志工和司機 黃建榮發現 橫春有許多和老奶奶一樣的長者 患病 生活無法自理 因此開始招募志工和司機 如今他們共照顧橫春一百五十位獨居長者 這樣好 好了 好了 有時間再來跨你 她從來沒有感受到 真的有人去愛她 關心她 不管有多偏遠 路有多難走 黃建榮和她的志工團都勇於前往 他們也曾經將雙腳長滿驅的患者抬下山 無償醫治 探視完老奶奶前往內文部落 光車程就要一個小時 這個內灣是比較遠的一個部落 那無論她的教育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缺乏 比如弱勢的一些家庭 他們下課他們去哪裡 沒有人去照顧他們 他們到處亂跑 不如我們都是說成立一個寇福班 志工老師留下來繼續地幫他們補習 然後教育他們 對啊 這邊內灣比較遠 做真的內灣比較遠 有時候我們也沒辦法 常常每天過來都是真的完全交給牧師 謝謝你們 辛苦 認識黃燕展是很久很久的 其實因為我本身 牧會就在橫純半島已經將近三四年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去看醫生 都會噴到黃燕展 那我第一個印象就是說 奇怪這個人說話 怎麼不太像我們台灣人在說話 我自己的看見就是因為他對上帝的護照 他對他的信仰的一個展現 就是要回饋神對他的護照 因為有一句話說愛就是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山區部落有許多隔代教養的孩童 黃建榮因此推動了17個客服班 至今照顧400個孩子 但是他的心中有個更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能夠這個橫純半島裡面 有很多沒有人照顧的 還是符合標準的低收入的 像那些獨居人真的是完全沒有人照顧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接到這個長照大樓裡面 去完全免費去照顧他們 所以以後那個舊大樓會改成長照大樓 長照就是說物理之家還有特別門診區 那五樓 原來五樓病房改成 我想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完全是非常落實 可以照顧他們 每天都可以照顧他們 關心他們 也讓他們每天都可以感受到愛 黃建榮從沒停止奔走 過去他也曾利用休假期間 帶領志工前往緬甸 為內瑞拉 巴拿馬參與議診 用在台灣習得的醫術五思奉獻 大大提升國際形象 2009年黃建榮榮獲 第十九屆醫療奉獻獎 和台灣醫療典範獎 2021年 僑委會首度辦理全球傑出僑生校友選拔 他獲頒公共事務獎 黃建榮的付出遠超過醫生的職責範圍 覺得很棒 很感動 願意服務我們恆春的醫生 很偉大 真的很偉大 他的精神 對 他的精神偉大 對啊 願意幫助這邊的 這邊的醫療真的很缺乏 真的 謝謝醫療 好啦 來啦 對 對 對 在這裡二十年 這樣的付出 其實是我們恆春地區也是 應該講說是最大的福氣 感謝主 來自香港的僑生黃建榮 在台灣讀書 洗衣 他說的一口流利的台語 他駐守恆春 從奉獻專業醫術 延伸到社福照顧 成為守護台灣委居民健康的一座燈塔